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云聪金融交易分析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云聪 然后今天是第101期 从这一期开始 我可能要有20到30集 我们开始讲一些短线交易 或者是日内交易之后 因为前面的很多交易方法 可能是它是对中长线一些策略比较有用 然后短线交易或者日内交易 它是一种不同的一种交易方法 然后我们就开始介绍一些比较有名的 短线交易的一些策略 或者是一些方法 还有一些人的一些思路 好吗 提到短线交易 可能这本书可能很多朋友都看过 叫做短线交易秘诀 他是这个作者是威叫拉瑞威廉姆斯 拉瑞威廉姆斯 光听这个名字 大家可能就觉得这个书有一点挺有意思的 叫这叫秘诀 但是市场上有很多秘诀方面的书 大家有的人肯一看到秘诀就烦了 就不太想看了 但实际上这本书还是有很多干货的 有很多很多的小技巧 然后可以提出来让我们分享 让我们探讨让我们学习 但是呢所以因为这个书里面干货很多 我们就分成几期讲 今天第一期我们就不讲技巧 我们从整体上讲一下 这个拉瑞威廉姆斯他是谁 还有就拉瑞威廉姆斯的介绍 他的一些整体的一些理念 以及短线交易的一些 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好吗 好的 然后呢说起这个短线交易啊 很短线交易啊 我们先从我们就从这个开始讲吧 啊说起呢这个短线交易 咱们就会呃就会有一个有一个问题 就是一个你会觉得一个有很奇怪的现象 就是说 在这个市场上有很多人同时鄙视短线交易 又有很多人吹捧短线交易 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有很多人一提起短线 就觉得这帮人啊就像老鼠一样跑来跑去的 又赚不了钱啊 一天瞎折腾非常的鄙视啊 然后这这这一部分人很多人啊 这个就是认为技术也没有用啊 短线他也没有用 就应该买入长期持有啊 持有数月数年 他才有机会 而且你们也会发现很多的有名的人物啊 大家可以看到以前的海归交易法呀 还要看到以前的这个这个相听理论啊 打我相听理论 还要看到很很多以前的一些比如说杰西呀 其实他们都是说要报警头寸 不要东跑西跑 不要一会买一会卖是吧 然后呢 我们还要看到很多的一些优秀的人物 也是说尽量你不要去做短线 还有国内的一些炒单的一些人 慢慢的转成波段转成长线 还有甚至有一个有一本书叫做好像是从5万到2亿吧 就是一个就是傅海棠 他写的一本书就是一个讲 他是如何从期货啊去做呃 期货做他是他是做什么品种 现在忘了啊 就是如何能够赚到这么多钱的 他也是就是呃 长期的买入一个品种啊 他主要是研究基本面 研究完了之后呢 你开始长期的买入 然后最后一直持有 持有一个大行情就大赚一笔啊 好他们以上的这些观点是不是正确的啊 当然是 但是很多人忽略了一个问题 啊什么问题呢 就是这些优秀的中长线交易员 全部是以短线起家的 也就是说他们在他们开始做这个交易的前几年 基本上在美国的都是日内交易员啊 或者是说场内交易员 就是场内那种抢帽子交易员 也就是超短线 然后呢啊有很多人啊就包括杰西以前是做什么 做做盘口交易的type rating 他是人家是看那个盘口看tickets看点数 就是不停的阅读纸带的这个大家从他的书里面可以看到 人家阅读纸带阅读好几年是通过阅读纸带短线交易的功底过渡到长线的 还有像海归交易法的交易员啊 还有像我们以前讲了好几个的优秀交易员啊 你看他前面的经历基本上全部是从短线是从日内开始的 他是开始的就这么一个这么一个过程 他当然后面的资金量越来越大 他不得不过渡到长线 他也不会再去做短线 因为做短线一做他对这个盘口就有影响 于是呢他就放弃了做短线 好这是一个 然后包括我们国内的 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傅海棠先生啊 他自己呢最后赚了那么多钱 但是我看他的书啊 他里面自己也说他自己曾经试过很长时间的短线 做过很长时间的那种日内短线不停的买卖 每天交易几十个回合 所以呢就什么意思呢 就说你我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对短线的看法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为什么很多人他鄙视短线 因为他看到很多的成功人都是写的你要做中长线 但是他没有看到这些成功人士的背后 做中长线的背后是从短线起家的 然后这是一部分的鄙视啊 还有一部分吹捧呢就是一些可能是交易公司交易商 他就是鼓励你去做短线 但是呢他又不告诉你做短线的危害 其实短线交易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一个交易 它是非常容易不停的折腾把你资金都折腾掉的一个交易 如果你再不设止损 基本上很容易很容易就成功性是成功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好 那么所以说这种吹捧的人呢 他可能有他自己的目的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应该理性的看待短线 理性的看待日内交易 那也就是那怎么理性的看待 怎么正确的看待呢 就是短线交易 日内交易 日内交易短线交易 它是打基础的入门练习 就说你这个事情就像一个我们家打仗一样 很多的优秀的将军 他都是从士兵开始的 因为他每天经过这个长期的战斗 他对地形战斗士气各方面有深入的研究 然后他做了将军 做了连长 做了排长 做了将军 他才能够打身杖 你那种就是七而一举 从外面调一个人过来 我们这边经常喊的纸上谈兵 就是根本最后指挥 有几个能够打身杖 很难很难的 就像这个和打仗一样 它是要靠实战经验摸索的 那如果你不通过做短线 你不通过做短线 做日内去实战摸索 你怎么能够看到长线的趋势呢 是吧 好 我们现在呢 我这个只是一个文字 我现在再来给大家 从K线图上 给大家看一下 讲一下 为什么短线是做长线的基础 这一集呢 可你们可以看到 以前我有一集叫混沌理论 从混沌理论里面 你们也可以看 就是为什么这个理由 大家好 我们现在举个例子 就是说为什么日内短线 它是这个中长线的基础 它是你看哈 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上阵指数 就是我们的A股上阵指数 它是日线 我们如果把它缩小 缩小 我们就可以看到几个比较具体的形态 比如这一个是一个明显的三角形 好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左边这个 这个呢 是一个典型的日内三角形 好 那这个日内三角形啊 它的周期 然后就是尖端实现了突破 这边是一个逆转于持续 逆转于持续突破 那么从这 三个非常高的直线 确实加速啊 好 那么这么一个三角形的顶部突破 向上 这么一个过程 它花了多长时间呢 它大概花了一年多啊 然后呢 这一波暴涨又花了多长时间呢 也是差不多一年多 然后这一个这一个平行四边形的箱体 它花了多长时间呢 它是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啊 做了这么一个平行四边形的这个箱体 然后一个下降趋势线突破 然后底部背离 底部这个 底部一本突破 这样子啊 它是 好 这么一个它用多长时间 也是一年多时间 也就是说这每一个形态 如果是你是按照日线来做 你要等一年 你才能够确定一个形态 然后这个形态确定了 可能你这个 这个等了一年时间 有可能确定个形态 你还不敢做 因为你没有没有长期实战嘛 到这个地方你还不敢去做 是吧 那我们看同等形态 一个三角形 一个这种平行四边形 然后一个趋势线的这个暴染 和这个趋势线的这个加速 一个下降趋势线 然后配合一二三法则 我们看这简单的这四个东西 在一分钟线到底有多大机会 这是上证指数啊 好 好 这是上证指数的一分钟线 就一分钟线这只有几天 这只有两三天的时间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四边形的一个箱体 这个地方就是跌破下降趋势线 下降趋势线 下降趋势线被突破 突破之后 然后呢 它底部做了一个答复形态 然后又做了一个底部逆转于持续 这么一个形态 它突破点在这儿 好 这是一个和上面日线 基本上不说一模一样的 那基本上类似的一个形态 好 我们现在再来看 三角形 好 大家可以看到 左边就是一个不敢说比较标准 但是是一个三角形 三角形 它是向下突破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 基本上我们还没有说 没有找其他天呢 就找到这两天 随手一拉这两天的时间 我们就可以看到 同一种模式 同一种行情 它在一分钟里面的 它是同一种分形 这种同一种分形 在一分钟到五分钟 十五分钟 六十分钟 全部都适用 好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个三十分钟的例子 看到没有 下降趋势线 被突破 然后呢 低点不再创 高低点不再创新低 一二三法则 标准一二三法则 六十分钟 你看 这地方就是个突破点 就可以买入点 好 你再往大里面看 这个就是一个平行四变形的一个箱体 它是不是又是个箱体 这个地方是不是又是个小箱体 所以说 它不管从六十分钟 还是五分钟 还是一分钟 它们都有大量的可以参考的形态 让你去看 同等道理 如果你不是用形态 你是用均线 也是一模一样的 如果你是 我们就看一下吧 大家可以看 用均线系统 假设是你用均线金叉买入系统 你从这个点 这是一个均线金叉 我们再找一个均线死叉 这个点是日列均线死叉 再找下个均叉 这个点发现个均叉 那我们再找下个均叉 这个点发现个均叉 下个均叉 好 那什么意思呢 你在这么年的时间里 多少年 我看一下 从这差不多 二零一几年 差不多快 差不多 我等着看一下 就差不多 八九年的时间 实际上你只能够做两三次买入 你要等很长很长很长的时间 才是一个金叉死叉的这样一个买入卖出 买入卖出 那同等情况下 如果你是一分钟 我们看一下 好 同等条件下 如果是一分钟 你要去训练的话 就有很多的训练机会 这个地方是一个金叉 那你可以买入 当然失败了 也没关系 好 这个地方是个死叉 你做皮股卖出 这个地方有可能会形成一个金 这个地方 当时有可能的形成一个金叉 你要买入 那是失败了 这个地方又是个死叉 你要卖出 成功了 这个地方又形成一个金叉 形成个金叉 形成个金叉 这边个死叉 它在盘整期间 均线一会儿金叉 一会儿死叉 总之就是很麻烦 但是没关系 但至少说 你在这一分钟线里面 你学了很多东西 你知道均线什么时候有用 什么时候没用 什么时候它会金叉死叉打架 什么时候它会碰触均线 然后又回调 总之你在一分钟里面 你可以学大量的东西 你就在两天之内就可以学很多东西 而你如果是要同一个规则用到日线 你要等一年才能够学到一点东西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好的 欢迎大家回来 然后大家刚才也 我给大家看了 就是这是为什么 你们要做从短线开始练习的理由 好 如果你是从短线开始 那么你要做长期的大量的练习 在练习过程中间 你要让你的资金最小 保证你不会被市场踢出局 你钱最少越少越好 所以我经常说 如果你的条件具备 你可以拿几万块钱 或者几千块钱的练 如果你条件不具备 你做一手玉米 一手豆破也可以 你就这样子长期的练习 你亏光这几千块钱 你再加 再加几千 然后再亏光再加 这样反复的反复的长期的练习 好练习之后 你就根据你的性格和根据你的实践 这个时候你再来看 你该做什么 好 一部分人他就学会了开日线 刚才也给大家看了 你短线上的很多的形态 日内的很多的形态和大周期的形态 实际上是一模一样的 量价配合的原理也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你从短线里面大量的练习 你就可以过渡到日线去看长线 然后你再转成中长线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 他自己通过长期的大量的练习 发现我这个人性格就是很急 而且我这个人就是无法承受 这个长期的风险 我就只愿意做日内 我只愿意做短线 这是一种人 那么他喜欢短线的没有风险 就坚持做短线 这是一种人 这种人 后面我们就可以坚持他在做短线 所以这也是一部分他喜欢做短线的人 所以如果是你在遇到别人跟你说 短线没有用 什么什么没有 你告诉他 什么有用 什么都没有用 基本面也没有用 技术面也没有用 什么东西都是概率的 而且什么东西都是要符合自己性格的 如果你的性格就不适合做长线 有什么用 何必坚持 你坚持还有什么意义 你老是和自己的性格作对 你觉得你能成功吗 肯定成功不了 是吧 好 正如我最近的一个感悟 这个和交易无关 就是人这辈子的感悟 人这辈子 你一定要找到一个你自己喜欢做的工作 然后当你做一个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把兴趣和工作合而为一的时候 你就会得到身心灵的这么一致 这样子好像整个宇宙都会汇聚能量 来帮你实现你的梦想 但是如果你自己做了一件 你根本压根本不喜欢做的事情 勉强为生 你自己做的也没兴趣 谁也不能实现你的一个理想 所以说很多的时候 一定要找到自己的兴趣 自己的性格 还有自己的爱好 这些结合在一起 然后找对了是对就是找对了这个方向 你才能成功 所以我也上次节目也说了 有的人可能不适合做交易 所以说如果你不适合 你可以把交易当作一种游戏 拿一点钱的玩一玩也可以 如果你不适合 其实也可以早些的离场 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是吧 而我们这个也只是适合 真正的性格方面 适合做交易的人 好 我们再继续 好 如果你通过长期的大量的练习 你发现你自己喜欢做短线 那么后面的我们这十几期 或者几十期的节目 就比较适合你 我们可以一起来认真的学习一下 我们认真的理一下 把思路理一下 好 我们现在看这个 拉瑞威廉姆斯 拉瑞威廉姆斯啊 是短线交易秘诀的作者 他呢 我们首先来看他的一个大概介绍 他呢曾经呢是用1万美元 赚到了110万美元 他是在一个期货交易比赛的 一个比赛里面 这个比赛里面呢相当于说 他在一年之内翻了100倍 而这个时候还不是说证明比较神奇的 更神奇的是他女儿 在16岁还是17岁 我现在不太确定 我看一下 他也是参加了期货比赛 同样也获得过冠军 然后他是拿了好像是1万 他是翻的好像是一也是翻了10倍左右 翻了10倍 好像是这样子 也是也是拿了这个时间具体不清楚 他自己也说 因为他女儿就从很小的时候 看到爸爸做嘛 就慢慢教他女儿做 然后呢他女儿也是求比赛冠军 所以但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他女儿啊他自己其实并后来没有做期货 而是当了演员 后来他就是一个啊就是一个也是成一个比较有名的参加过很多电影的演员 好我这大家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大家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拉瑞·威廉姆斯的一个简单的介绍啊 这个人呢 这个是拉瑞·威廉姆斯的他的一个网址 他的网址非常有意思 就是就叫I reading trader 就是我是真正的交易员 然后呢 这个是就他自己了啊 这个现在是他自己说自己已经有56年的交易经验了啊 56年交易经验啊这是他自己的网站啊他自己最最有名的那本书啊 当然就是 嗯最有名的那本书 当然当然就是那个短线交易秘诀了 OK那本书去哪了啊 都找不到他那本书了 没关系 好 我们从这边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百度百科的介绍 他说那位威廉姆斯啊 是出生于1942年啊 他自己是威廉威廉指标的创始人啊 他自己书里面其实不怎么喜欢指标 他最后还又发明了一个指标 他主要成名啊 就是在这个罗宾斯期货交易官 罗宾斯期货交易冠军的总冠军 12个月之内的1万变成110万啊 这个就是他的一个一战成名啊 然后自己也接受过各种各样的华尔街日报啊 福布斯啊财富的专访 所以这些还是比较严谨的 特别像这种华尔街日报啊 福布斯啊财富啊 所以说他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他不会去采访一个真正的是有问题的人 我相信啊 采访之前肯定是做过一些 做过一些非常严谨的一些一些研究的 这里面写的人物经历啊 非常有意思 我也不给大家看了啊 这个和这个非常有意思 这个里面其实还有一点尴尬啊 他自己也收了 当时可能去看他的这个做交易的人 是收了几万人民币啊 他自己呢 却却只用了一点点钱赚了三千多美元 所以觉得和可能好多人去 本身就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的人 去看了这个可能是自己有点尴尬啊 本来以为他是要花几十万几百万美元 去赚个几万美元 没想到他就头寸非常非常小啊 基本不冒风险 好 有可能是试验性的啊 好 这是一个人物经历 然后呢 我这个他非常有意思的是他女儿啊 他女儿现在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电影院电影演员 他也演过这些非常有名的电影啊 什么顿比山啊这种 但是呢 他最有意思的是这个 他女儿啊 是80年的 但1997年 也是17岁的他 他在罗宾斯全美交易 期货交易比赛中获得过冠军 他是一万美元 他赚的十一万美元 也就是说啊 这个 这个 这个当年不但是冠军 而且是从2006年开始的 这个 都排都可以排 就冠军里面排都能排到第四 他的这个 这个第四 我非常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所以说有如果有人在这个质疑啊 拉姆威廉姆斯 他自己的有一些东西 我后面可以大概讲 为什么大家来质疑他 但是他女儿的事情也证明 他是绝对还是用他的方法啊 用他的这些思路还是可以获得成功的 哦 然后 然后这个 啊 等下看一下 好 他自己主要两本书啊 一本书就是这是以前的 大家去支持正版啊 我因为是这个 在国外也不太容易买到 所以我说用了这个 用一下啊 这个是以前的一个老版本 交易 短线交易秘诀 现在2012年出了个新版本 是这个样子的啊 大家可以去买啊 这个这个短线交易秘诀 新版本呢 做了一些更正 而且数据呢 好多东西都是新的啊 然后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呢 曾经有一个啊 就是叫做 他写的本书叫 稳操胜算 实际上他叫做 winner take all 就是赢家通吃 他里面呢 就是把这所有的人都骂了一遍啊 包括把这个 这个 威廉拿木威廉姆斯啊 说他是个骗子 但是他不是说威廉 他是把所有的从莫菲 从那个从那个道士理论 到这个江 到到爱丽特波浪理论 到这个江恩 到这个这个什么 这个海归 到所有的 只要是技术教的人 全部骂了一遍啊 骂了一遍 然后呢 全部说他们一点用都没有 都是骗子 都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 有的人如果看过这本书啊 甚至就要怀疑了 那到底人家有没有用 有用还是没用 我个人觉得 说实话 我个人完全觉得 这个写这个书的人 我也查了一下啊 这个书的人也是一个 压根就是默默无闻的一个人 这个什么 这个威廉 威廉什么 他自己本身也没有出过名 也没有赚过什么大钱 也没有说上过什么福布斯排行 所以说大家也不要相信他的啊 他把人家说的一文不值 他自己赚的钱 没有 他自己 最后呢 他把别人说的一文不值 他自己用什么方法赚钱 其实他自己就是用基本面 加上技术面 那最后回到天 也要用技术面 只不过就是说 他认为基本面为主啊 然后呢 基本面为主之后 配合技术面 其实这也无所谓啊 这个这个他也不用去贬低别人 是吧 所以大家不要因为这本书啊 不要因为这个文操胜算这本书 你就对其他东西有怀疑 大家都要有一个批判的 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正确的一个一个看法 好的 大概就是这样子 这本书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们现在回来再讲解 好 我们现在回来 刚才呢 也给大家看了一下 就是纳瑞威廉姆斯 他的这么一个神奇的介绍 然后呢 也看了一下 他女儿的一个介绍 所以有些时候啊 比如他女儿 他个人兴趣爱好就不是期货 所以他虽然前面也获得过巨大成功 然后呢 然后从他这个例子里面啊 我们后来呢 但是我们后来也出现过问题什么呢 也出现过争议 后来他有 如果大家看了很多的书啊 大家会发现 有人对这个纳瑞威廉姆斯 这个人各方面也提出来争议 他的争议集中在两块 一块就是当年举办这个期货比赛冠军的时候 他拉姆威廉姆斯 同时操作两个账户 一个账户是他的比赛账户 自己翻了这样一百倍 但是他还操作一个大的一个客户的账户 这个客户账户的资金量很大 好像是上千万 然后这个比赛账户翻了一百倍 客户的账户却亏得一塌糊涂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 所以后来导致啊 最后这个我们在这个美国的金融委员会 还甚至对拉姆威廉姆斯开了个罚单 就是认为他自己对客户这方面 不是比较忠诚吧 不是就是总之就说 有一种也比较欺诈 反正就是有一种不 我们可以说不道德吧 各方面的行为 但具体原因我们不知道 他是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呢 还是压根就没把这个客户的交易 这个钱放在心上呢 还是什么原因 总之这个非常矛盾的现象是发生的 一方面个人账户翻了一百倍 一方面他的为客人的账户 却亏了好像是亏了几百万美元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好这是第一个事情 然后呢第二个事情 就是说说这个威廉姆斯啊 你虽然就说比较有移民啊 自己也获得过冠军 后面一直在交易 但是好像并没有取得 像比如说像索罗斯啊 像一些像这个 这个有交易冠军 交易冠军就是我们马上叫马丁 舒马克啊 或者是像这个我们后面讲的威克夫啊 这些真正的人 获得那么大的盈利啊 就他好像没有赚过很多很多的钱 他赚的也都是一些小钱的市场里面 然后他更多的利润是来源于他卖书啊 或者是做讲座 他卖书做讲座这块来的利润 好 然后呢 关于这个质疑啊 其实呢 拉姆威廉姆斯他自己 他自己说的很清楚 交易是一个很有风险的事情 我本来就不追求暴利 我一直就是追求到在市场里面 长期活下去 然后有一点有长期活下去 然后大量大部分时间都赚钱 所以如果他不追求暴利 那真的就很难有暴利 是吧 好 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呢 我觉得就他还是比较坦诚的 因为他一直就很坦诚说 自己的确是为客人操作的时候 我出现了亏损 当然具体原因没有讲 然后呢 自己也的的确确很大一部分的收入来源 是通过卖书 通过讲座来收入的 交易也只是我的一部分 这有错吗 大家认为有错吗 我认为当然没有错 正因为他看透了交易的本质 就是概率 本质就是风险 所以说他就把自己的经历 不是百分之百分的交易上 还有一部分放在写书啊 培训啊卖书上 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 大家都在质疑 拉姆·威廉姆斯 却没有质疑过他女儿这次比赛 也就是说他女儿这次比赛是没有漏洞的 是真实的 那如果是他自己又获得过冠军 他女儿用他的方法也获得过冠军 我觉得他这个人还是有真材实料的 这是第二个 就是我认为应该公正的看待 好 还有第三个 他曾经呢 他曾经 威廉姆斯在 在澳大利亚的时候啊 在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讲课的时候 当时就被抓了 其实就是说也不要被抓了嘛 就收到警察的传讯 然后呢 说他偷税漏税150万美元 啊这个这个偷税 嗯 偷税150万美元 然后大家从这可以看到 他能够偷税150万美元 证明他肯定是赚了很多钱的 是吧 你们你们说你没赚钱 你哪交税都交150万 你没赚钱的话是吧 但是至于这个钱是他交易赚来的 不好意思 是他交易赚来的 还是说这个钱是他通过卖书 通过培训来赚来的 咱们不得而知 但是呢 至少说他还是算比较成功的 不是一个就是纯粹是自己又从来没赚得过钱 然后又写书骗人的这么一个人啊 好 这就是说他的一个介绍与增议啊 呃 还有一个我个人觉得比较应该公正的看待他的最主要原因是 你这个人你就算再有钱 你的书里面写的东西 有没有真正让你学到东西啊 这个才是才是最有用的 我们说有的人他可能非常有名 他可能是一个亿万富翁 但是他或者是他有已经赚了很多很多钱 但是他写的东西你看不懂 或者他写的东西 你压根就学不到东西 那这种人你说也有什么意义呢 那现在你说福布斯排榜 福布斯排行榜里面 就有几个有是优秀的交易员 但是人家压根不出来跟你讲东西 或者他讲的东西你压根就听不懂 或者他讲的东西压根就是很泛的就内容 那这也没有任何意义是吧 所以我好 最后呢我总结一下 就是我个人觉得 短线交易秘诀 这本书有很多干货 有很多技巧 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威廉·纳姆斯这个人是一个成功的优秀的交易员 但是他有自己的缺点 他也没有赚过大钱 就说不是有过大钱 就是上亿啊 就上亿啊 上几千万美元啊 我觉得他可能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啊 但是他是一个优秀的成功的短线交易员 这一点我是 我是这么认为的 这是我的一个判断 他自己有过大的亏损 也没有有过大的盈利 为什么呢 我想这有可能和他的一些核心的一些思想有关 到时候我可以给大家就是给大家解释一下 我估计他可能这些他的这些思想这些观点是正确的 但是有点极端啊 到时候给大家讲为什么 好 这就是拉姆·威廉姆斯的一个介绍啊 到时候介绍完了 我们现在看一下他的大概的一个经历 他的一个心路历程 他以前呢 最开始也是看技术指标 他研究了很多年的技术指标啊 各几十种指标 好 他认为呢 技术指标没有什么用 这是最开始的 最开始的啊 他自己 后来又开始研究形态 但是呢 他自己在自己的书里面 是比较鄙视形态的 他认为形态也没有什么用 所以呢 这就是我觉得他自己也还是有点偏执 就 本来就没有用 本来就是概率性的嘛 他也不至于说没有用 他他的书里面写的 感觉到这些形态一点用都没有啊 就是 然后呢 图表 他认为也没有什么用 他对你这个图表啊 这种看法 这种他认为用处也不大啊 图表中用处不大 然后呢 他自己认为动量 其实也没多少用 所以呢 他曾经也研究过量 他对量啊 自己他认为也不怎么关注 后来他认为量这个东西啊 也没有 也没有这个最后他他的这个有用 他到最后他的观点是 他只关注价格的变化 就是所有的一切我归根到底 我就是关注价格的变化啊 这个周期价格的变化 所以他这个只关注价格的变化 我打个问号为什么呢 他实际后来啊也自己也发明了一个叫威廉指标 威廉指标啊 然后呢他后来2001年去中国去上海的时候呢 他自己在推销他的一个指标 所以这他自己说指标自己书里面说指标也没有用 然后后面又在卖指标 我觉得这个就有一点啊就有点自相矛盾的啊 就不像比如说像威克夫啊 像这个啊像这个 airbrokes他们呢我只做裸K只分析量价 我这一辈子就只分析量价 我不做就是不做啊 其实我就专注一个东西 他这个呢估计后面也是想赚钱 就是想除了卖书之外赚 因为指标是最好卖钱的嘛 你把个指标一编成 然后告诉你你买过这个指标啊 用电脑里面一安多好赚钱啊 后面估计也是考虑到赚钱这个层次了 但是他这个思想只关注价格变度 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前面讲了很多人啊 从莫菲道士理论啊到这个江恩 到这个波浪到相提理论 到海归交易法啊到这个123法则 到这个2B法则 到后面的混沌理论 到后面的这个这个逆转于持续 还有什么巴浪理论 总之很多的东西 我们都是基于什么基础上呢 我们都是在基于这个 动量基于形态或者基于图表基础上 那我们他威廉姆斯至少说给我们 提供了一个市场的一个 另一个角度看市场 就是这些东西我们都不怎么看 我们只单纯的关注价格的变动 我们看如何来做啊 好 所以呢 这个威廉姆斯他的核心就是 我单纯的关注价格 这个价格 我 关键就是开盘价 他对于开盘价 收盘价 这些价格 非常非常重要 这一点呢 和那个日本的有一个期货比赛交易冠 好像获得过好几次冠军 叫做阿里飞 阿飞里还是阿里飞 阿里飞好像是阿飞里 我都看一下啊 这个他 他有个四价 的理论就是 开盘价收盘价最高价最低价 根据四价来进行做日累 其实他们两个的思想都差不多 其他的当然也有关注 但是重点关注这四个价 好 所以这指标和量能他不太关注 指标形态量都不太关注 所以这这也许也是他的一个局限性 他的好处就是说 他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给我们看市场 但是也许他之所以他不关注这些形态量 也导致他这个交易就是一直以来都是小规模的 小赚或者是怎么亏 一直没有上到别人那个很高的一个层次 我想也许啊 这是一个原因 所以我们就是要看到别人的优点 也要看到别人的缺点 这个是我一定要就是一定我在我的节目里反复强调的 当你看到一个交易方法 一定要找到他的命门 找到他不适用的时候 找到他的缺点 这样子这个方法才是个优秀的方法 千万不能看到一个人教你一个百战百胜的指标 我告诉你如果有存在百战百胜的指标 绝对会让人亏得一塌糊涂 这个至于为什么我都不想解释 大家看过我的节目以前的节目 大家都应该理解我这个道理 大家这个道理 好 他的核心也就是单纯关注价格变化 第二个就是做减法 做减法 做减法这个很有意思 就是我们很多人就以前我也讲过 我们交易是先把书从薄看后 要我们就是开始不停地学不停地学不学 学到最后 我们为什么要学这么多方法 是因为这些方法就像火把一样 它可以照亮黑暗 当你照亮那个市场的黑暗 你就会变得不恐惧 但是最后你要做减法 最后你真正经常用的 实际上就是那么一两招 这个也不是我说的 这是所有的优秀教育员说的 你要用的真的只有那么一两招 但是这一两招你要学会 你要会用 你必须要有一个先做减法 先做加法再做减法 然后他那个书里面 就是真正的教你如何做减法 他有很多的技巧去教你如何做减法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我们会详细地讲 好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我们是第一讲 就是关于这个短线交易逼决的 所有我们就不涉及具体的小技巧 这个具体的小技巧我们下周讲 好 我们现在呢 我们开始讲一下他的一些理念 他的一些想法 他的一些主要的思路 虽然很多是和以前我介绍的优秀的 这些成功的交易员的想法是一样的 但是我还是要重复 为什么呢 因为当你把所有的交易员 重复的东西汇总来看 那就是他们成功的一些秘诀 就是他们成功的一些共同的条件 那如果你认为不是 那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他们合伙来骗你 逗你玩是吧 写书都美国的中国的大家合伙写东西 骗你玩 当然有这种可能啊 如果你非要去去乱 非要不相信的话 阴谋论者你什么都不相信的话 如果你比较理性的话 稍微想一下啊 这些方法虽然是不同的 人在通过不同的方式在重复 但是其结果就告诉你 他们就是市场的核心 市场的真谛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拉姆威尼姆斯 他的核心理念 以及他对市场的交易的一些 不是技巧 我们不讲技巧 交易方面的一些理念 以及交易的一些核心的一些 一些思想是什么 好的 我们大家我们回来 我们看一下 就是拿娜威尼姆斯 他的核心理念是什么 他的核心理念啊 第一个就是什么是价值 什么是价值 价值就是市场 愿意支付的价格 而且价值无偿 这个大家是不是听见很熟悉啊 这个在走进我的交易室啊 在那个莫菲法则啊 在这个幽灵的礼物啊 其实大家都提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价值啊 它是一个虚的东西啊 不管是股票可能还股票也不实在 大家也知道为什么啊 这个就道理就不多说了 就每一个东西的价值 他 他就说是市场愿意支付的啊 而不是说真正的 他的核心的这个我们以前 索罗斯他不就经常说的吗 很很这个他的道理不是说的吗 他自己说啊 价这个是价值 它是永远和他的这个价格相背离的啊 他永远不可能在一起是协调的啊 然后他真的 而且他而且会偏离的非常大啊 这个偏离的非常大 所以他的一个反身性理论就是这么提出来的 然后大家可以去看那个反身性理论 我就不重复了啊 不然每次在这个重复这个理论 总之价值就是市场愿意支付到价格 而且价值是无偿的 他不但是愿意支付 而且经常是变的 他上上下下经常是你无法确认的 这个里面他还专门举个例子 我这个例子举得非常的好 就说比如我现在给你15个信封 15个信封里面是不是都是空的 什么都没有 那个信封是不是一文不值啊 没有任何价值啊 然后突然一下我把1万美元的支票 装到其中一个信封里面 然后混在一起 然后马上说谁愿意买这些信封 我1000美元卖给你 好 那这15个信封里面 只有一个是装了1万美元的支票 其他的14个信封 是不是什么都没有空的呀 但是是不是突然就有价值了呀 那人们愿不愿意支付 为这14个空信封支付1000美元的这个报酬 当然愿意呀 这个彩票道理一样的 我就是一个本来没有价值的东西 只要是人们愿意支付 市场愿意支付 那成了有价值 这个道理像比特币一样 最开始发明的时候没有人愿意支付 是吧 那他就一文不值 最开始是几百个 几千个比特币吧 买一个披萨饼 那后来当人们愿意支付的时候 他的价值就上去了 是吧 所以他自己举个例子 自己曾经是越跌越买 亏了300万美元 你自己可以看这个书啊 书里面写的很清楚 他最近也是越跌越买嘛 这个前面大家也看到了 我怎么搞垮80银行 我的那期节目里面也举了 还有很多很多其他人 都在这个越跌越买上过当 就是觉得已经很低了 我要去买 就亏了很大 所以这个价值啊 是一个你认为他到你的价值 估值点 你买进去 没想到往往不是的 有可能会亏损很大 所以一定要注意 好 这是第一个是什么是价值 价值就是解释的 第二个就是为什么要做资金管理 资金管理为什么那么重要 就是因为要熬过最难的日子啊 就是说我们我们总会有一段日子 非常难过要去熬啊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啊 这也许我也许也想到就说 有可能他的交易方法这段时间会赚钱 下段时间也会亏损 包括海归交易法的海归交易法的那个 丹利斯他赚过一亿多美元啊 但是人家后来搞基金曾经亏过最惨的时候 亏过60% 后来他自己又减散了就不做了啊 所以说这个事情就是说你如果无法做到不做 那真的你就必须要勇敢的面对熬过最难的日子 总会有一个方法在一段时间的失效 然后你要持续去做的话你就会亏损 除非这样我以前说的不做 你赚到钱呢你干脆这一年就出去玩 你就休息你就不做啊 这样子才能避开你这个循环啊 我专门有一期节目就是讲的将来这个循环 大家可以看一下好 熬过最难的日子就是他说第三个 我们无法预见价格的变动 但可以学会控制自己的损失 这个是不是特别熟悉啊 这好多人都说过同样一句话 我自己也经常说你在开仓之前 先想一下自己亏多少 因为行情是你无法预计的 但是你的亏损你要亏多少是你可以控制的 好这是他说的啊 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不是我说的啊 所有的这些优秀的人基本上都是在说同一件事情 说同一句话好 下面第四点 市场永远在变化 我们要主动学会适应啊 啊这一点呢就是也非常有意思 市场永远在变化 就是市场他后面自己书里面举了个例子 就是叫大区间和小区间啊大周期和小周期 他的市场就是在大区间循环然后进入小区间 小区间又产生大区间大区间一完又到小区间 市场就这样子在永远的这样子一个一个不停的循环的啊 这后面他的一个一个理论 其实和我前面讲的混沌理论差不多 但是他这边就提出来因为市场永远在变化 所以我们要主动学会适应啊 我们有些时候就是有些时候比如市场他本身是举个例子 这样子几浪模型啊五浪走得好好的三浪走到右下来非常完美 所以突然一下给来个微信反转啊或者突然来个像这么一下子 那也有可能呢 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块他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 是因为他的参与主体可能发生变化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到这个问题什么意思呢 我们举个例子 假设这段时间一个大机构他是瑞银啊瑞士银行 瑞银在买卖在操作主力机构是他的操盘 后来瑞银不参与这个股票了或者不参与这个品种了 是吧然后呢换另外一个机构操盘 而这个机构作为庄家他就不一样啊 他的操作手法就不一样啊 所以说这每一段时间可能因为这个操作主体的变化不一样 而导致行情的变化也有可能因为这个整个的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 而导致行情的变化也有可能因为各种的原因 就会导致行情变化所以我们要学会适应啊 学会适应那比如现在这个自动化交易程序化交易越来越多 那将来可能很多也是程序化交易 那我们也要学会适应 就说程序化交易慢慢的 你就自己在长期的交易中间就总结出来了 哦他会出现什么情况 那这种情况你看到了 你也要学会适应 好专注啊 这就不用说了 专注一个品种几个品种 这就像以前长期说果断开仓 不要想是不是非常熟悉 我记得上一期我们专门讲过这个节目 这个幽灵的礼物讲过这个节目 如果制定了交易规则 到了交易规则千万别多想 一想就错 因为你一想我举个例子 前段时间啊 我曾经啊以前我举个例子 做做一个品种啊做个品种 这个品种很慢我就做纸浆 我做过纸浆 然后纸浆很慢 然后呢买买你这个本来就是呃 就已经制定交易计划 然后也坚定的看好 但是后来本来就是个技术交易者 但是后来要去看基本面 基本面一看吧 基本面非常差一点用都没有 然后呢一直都基本面差的优秘 说这个永远起不来了怎么样 然后怎么办呢就不敢吃仓了呀 本来交易计划是这样子 你东看西换东想西想 你就经常出问题 还有还有前段时间的铁矿也是是吧 大家都知道铁矿疯涨的时候 各种消息出来了 什么不允许做空啊 不允许做兜啊 又是这样子那样子 有人打压了呀 各种消息都出来了 然后这个偏你基本面太远啊 你一旦遇到各种信息汇总 你就不敢去做了 你坚定的有个计划 你就不敢做了 所以这种情况下 每一个人都告诉你 要果断开墙不要想 这个这个其实这些就是一些 一些能够影响你的成败的一些东西 基本上我们都要经历这个事情 我自己要经历 偶尔也会经历啊 特别是你如果是一个技术交易者 你就开始研究基本面 经常出现这种矛盾 你这个技术上告诉你要开仓 基本面告诉你又不能开仓 现在基本不好 你就特别头痛 所以你要是一个 你要采取一种标准 你就坚定的执行这种标准 另外一个标准只能够做参考 不要想至于不要想 我再提一下 曾经有一个非常优秀的交易员 这个转过商议的交易员 说过一句话 在你规则一到 你到你按那个开仓键 买入或者卖出 从你看到规则 看到信号到你操作 不超过三秒 你就一定会成功 一看到马上数一二三 买入 为什么要数一二三 因为你的大脑 一旦给你大脑留了一点空隙 让你去想 你大脑就要东想西想不敢做 你这个一二三一喊 主动的就让你去做 就是一个事情 一些时候你不想做 你就主动喊一二三 马上你就去做 就是用这种方式逼着你去做 不给你大脑留下一个想象的空间 这是一个方法 我们叫一二三行动法 这是我在也是一个书里面看到的 他说他以前有拖延症 然后他虽然不是做交易的 他是做其他的 然后就数这种 每次一到的事情不想做 马上喊一二三四五做 好马上就去做了 大家也可以用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就是不给你大脑留下思考的空间 看到你的信号出来 就勇敢去做 好现在我们看最后最后一个最重要的一个 就是他的一个心法或者一个理念 非常非常有意思 首先 拉姆威连姆斯 拉姆威连姆斯 不好意思 扰扰扰扰 他自己 20 2010 12年吧 出了一本新的书 这个新的书 自己都说了自己有45年的交易经验了 但是他没有把这句这句话去掉 还是坚定的放在书里面 一个有了45年交易经验的人 他却说出了这么一句话 哪一句话呢 我认为我现在所做的每一笔交易都会亏损 而且会亏得很大 好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的意思就是说在你开仓的时候 你不要想去赚钱 你压根里不要想赚钱 而是你要想我现在开仓做这个买我会亏 行情马上就会打回来 比如说这个这个比如说就是一个趋势交易法 三角形 三角形顶部一突破 我一买我就要说完了 我买了之后 行情啪的一下要回来 好 那如果这是趋势交易法 如果是回调交易法上去 回调到这个线 碰均线也好 二分之一线也好 我看到一个信号 我进行一个买入 我刚买入 我心里就要想 是不是我们大家的脑袋想的都是 一买入就蹭蹭蹭往上涨 一买入蹭蹭蹭 是吧 不能这样想 你要想一买入就会啪的往回跌 我就会亏 而且会亏得很大 一买入趴的往回跌 我就会亏 我就会亏得很大 为什么这么想 这么想就是让你不要抱有希望 就是让你买的时候 永远的在这射止损 因为你不这么想 你就不太容易射止损 每次你一买就得射止损 一点都不能侥幸 所以他这个话比我说的还狠 我一般说的是什么呢 每一次你开仓 先想止损点 先想一下你要亏多少 你准备亏多少 这是我经常说的 这是我的一个信念 他的信念是什么 我认为我做的每一笔交易都会亏 而且亏得很大 就是只有这样子 只有这个想法你存在 你才会坚定的在每一个下面设止损 不管是自动止损也好 还是你手动止损也好 因为他深刻的知道哪一次你不执行 你就会被市场无情的残酷的折磨 残酷的给你一个教训 如果你这么做了 那一次赚钱呢 你会说 我靠 我竟然赚钱了 因为本来想的就要亏嘛 因为本来就该去亏 就是你本来你的这个 你本来 好这边啊 我就从这个里面给大家提一个 我曾经的一个我自己的一个 我自己的一个交易的一个一个公式啊 我认为交易的一个一个 我自己的一个不叫秘密公式吧 我自己认为一个非常有道理的公式公式 交易就是毫无意外一点都不意外的亏损 小亏损 一点都不意外的小亏损 加上意外的 大盈利 大盈利 再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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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无意外的 毫无意外的 成功止损 好 这三点构成了你真正的能够在市场长期生成的原因 什么意思呢 将你设置一个小止损的时候 这些小止损你设置的时候你就知道 他肯定会被止损 肯定会被打掉 你不要有意外 就像他说的 我做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要亏 所以这个亏损是必然要发生的 也不会要意外 你不要有意外 他就该亏啊 但是呢偶尔你还意外的有一个大盈利啊 意外的像我这说的这个三小型啊 你在这儿买入买入 他本来就该上来啊 然后呢还有毫无意外的成功止损 就什么意思呢 你有一部分止损啊 这个小亏损毫无意外的小亏损 他应该是错误的 如果我们叫他错误的啊 就为什么呢 什么意思呢 你止完损啊 他又上来了 你心里非常不舒服啊 是吧 但是呢 他就是一个我们可以叫他错误的止损 然后呢 毫无意外的成功止损 就是正确的止损 因为止损呢 本来就分为正确的和错误的 所以你要有毫无意外的小 呃我们叫错误的止损吧 毫无意外的错误的止损 加上毫无意外的成功的止损啊 这两个小的这个止损 再加上非常意外的大盈利 这个就构成你能够长期在市场上啊 生存下去的一个一个绝对的一个 一个绝对的人能够让你长期赚钱的一个公式啊 这个根据凯利公式 根据概率法则都是非常有效的 只不过你要理解到这一步真的是非常难 理解呢 你要做到那就更难上加难了啊 能做到就涉及到新法那一块啊 因为这个和我们普通人完全不一样 我们普通人近来就是大赚一笔是吧 眼里只有钱 眼里就只看到盈利 我近来我就要赚钱啊 但是哪有那么好的事情啊 是吧 好的 哎好的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这一集 然后呢下一集开始啊 我们就开始进入技术啊 也请大家就是原谅我们这一集没有讲技术干货 其实对我个人来说 这些比技术技巧还重要很多很多倍啊 只不过呢 对于不同阶段的朋友所需要的朋友 你们可能看到东西不一样 所以下一集呢 我们就闲话少说直接进入他短线交易秘诀里面的 他的一些真正的一些技巧 这些技巧性的东西啊 这本书比较难读懂 为什么呢 因为他没有什么趋势线呢 没有什么现在什么都没有 他就是价格啊 另外呢 他就是讲了他用的这个图啊 不是K线图 他是叫主截图 或者是叫 嗯 这应该好像只叫主截图吧 就是他这个图和哦 或者叫棒棒状图啊 反正总之和咱们那个平时看的K线不一样 日本那种一样K线不一样 所以很多人非常不习惯 所以不怎么看着懂 所以我给大家一起啊 我们一起来指导一下啊 他这个书上 对于做短线做日内 还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好 下周我们再见 非常感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